2023年5月中旬 中国西藏南部进入了云西 哎呦这个雨啊下个不停 看了眼天气预报啊 起码未来的半个月都有雨 虽然景色很美 看一下远处的山峰云雾蒸腾 像仙境一样 但是这样持续下雨的话 我们就闲下来了啊 没法拍视频了 哇大姐这是在干嘛 弄包子 弄包子 好多包子 这是什么馅儿的 这个小白菜 小白菜 还有肉 还有肉 看起来好不错呀 包子下锅了 出锅了 大包子 看着就香 来一个 好 哇香太好吃了 挺好的吗 好吃 大姐的手艺太棒了 你真的要让我给你当干儿子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为什么呢 油还腿呢 破乎乎乎的 我谢谢你 大哥调的这个辣椒 看起来味道十足啊 蘸一下 大姐自己家种的这个青菜 自己家养的脏香猪 这个猪肉真的很香 青菜也是天然物公害 太棒了 遇到下雨天 当地的藏族同胞 也没法上山挖虫草 只能在家闲着 思前想后 我决定出去逛逛 冒着大雨 我和丸子驾车离开了村庄 去哪 其实心里也没数 就沿着公路随意走走吧 雨季的进藏公路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地质灾害频发 落石 滑坡 泥石流等等 都有可能遇到 只能夹着十二万分小心 漫无目的地走 想停的话 就停下 先是来到茶余县城 连着两天的阴雨 躲在车里 看着远方的云山雾罩发呆 云雾遮盖中的藏男秘境 像极了我现在的内心世界 朦朦胧胧 不知前路是何方 两天之后 一人一狗离开城市 找了一处山谷 准备在野外 路两天鹰 行了 车停在这 今天就不走了 刚刚还在下雨 这会儿天又晴了 藏男的雨季 就是这个样子 雨是一阵一阵的 说不定哪块云彩 下面有雨 哎呀 好了 你可以尽情撒花了 这地方好 山间的小野花开了 这现在呢 已经是夏天了 但是 茶余县这边的夏天呢 温度是比较合适的 保持在十几度 旁边就是桑曲河水 重鸣鸟叫 流水潺潺 一个非常不错的录音地 在这儿待上几天吧 这么好的风景 不非个无人机可惜了 来吧 天空视角 无人机缓缓升空 雨后的藏男秘境 显露真容 我们当前所在的茶余县 是西藏东南部的中国边境 与印度和缅甸接扰 气候温暖湿润 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 南边吹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 为这片沃土提供了丰富的水汽 因此这里只被茂盛 含氧量充足 茶余县拥有雪域江南的美域 北边有德姆拉雪山为天然屏障 虽阻隔了青藏高原而来的冷空气 但是山顶之上依旧保留了雪域特有的冰田雪地 游人们开着车在高山峡谷中行走 两边骑风郡势淋漓 花草绿树 郁郁葱葱 公路下碧绿的桑菊河水奔腾不息 欢托四溢 抬头一看 远方的山顶白雪矮 森林 河流 雪山 就这样造就了茶余县 一山有四季 四季不同天的山崎景观 让人观之 大饱眼福 就这样子 你别掉下去了 感觉太阳要出来了 把镇阳棚给搭上吧 今天天气不错 把车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 让它透个气 今天晚上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睡觉 门窗打开 外面就是青山绿水 花草成荫 下午一点钟该吃饭了 来吧 锅拿出来 也没什么吃的 车里边还剩点羊肉 把这点羊肉给炖了吧 这点肉从家里拿的羊肉 再不吃就坏了 先简单焯个水 久违的感觉呀 好这么多水够了 然后开炖 锅上面放几个馒头 直接用锅盖的温度把它给腾热 可以了 这会儿又开始下雨了呀 藏南的这个天气 一会儿晴一会儿雨 来吧 吃饭了 哇 这大羊肉带劲呢 羊肉配馒头 自己做饭主打的一个就是干净卫生难吃 味道还可以呀 不错 嗯 我是冬瓜 一人一狗自驾中国 点赞评论下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直接使用地转跑 少年 一切做五镇 什么 快乐 咱敬 咱敬 我们 咱敬